它比較Q 然後就是咬勁還不錯 跟外面吃起來的麵不太一樣 麵條吃起來口感很好 還滿有嚼勁的 因為我本身就很愛吃麵條 今天是剛好路過 我覺得不虛此心 客人口中與眾不同的麵條 好吃的秘訣原來是添加了酵素 店長說因為妹妹喜歡吃麵 但容易脹氣 因此以做出為業的父親 就將自己研發的酵素 添加在麵團裡做成麵條 不只口感更好 吃起來也更天然又健康 酵素加進去以後 它可以改變它的結構 所以它口感會比較好 那吃的也比較不會脹氣 當初會有這個酵素麵 是因為我妹妹她的腸胃不太好 可是她又很喜歡吃麵條 那因為我爸爸剛好研發這個酵素 所以她就試著把酵素加到麵條裡面 去跟水貨在一起做成的麵條 那我妹妹後來吃了這樣的麵條以後 就再也不會有這個腸胃不適的問題 房間有很多種酵素 那每一家她做酵素的方式都不同 有些她可能是用糖來做 有些她可能是用一些生物科技的方式來做 那像我們的話 我們是用老醋的方式 然後浸泡那個水果 去把水果裡面的酵素去把它提煉出來 所以我們是用天然古法釀造的方式來做我們的酵素 以酵素麵為基底 店裡的麵食口味更是不簡單 像是招牌的香腸燒肉冷麵 嚴選梅花豬肉和添加酵素的香腸 搭配特調的醬汁 吃上一口充滿肉香卻又清爽不油膩 那個豬肉的部分 它是我們用那個 有HACCP的豬肉工廠的豬肉 所以它沒有抗生素 然後也沒有藥物的殘留 那另外一部分它是香腸 那酵素香腸的話 也是我們家的酵素下去灌 那酵素它本身就是可以分解油脂 所以它吃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膩 然後對身體也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負擔 那它的醬汁的話是特調 特調的話是麻醬跟油醋混在一起 那它的口味是滿特別的 就是在外面都吃不到 喜歡吃湯麵的客人 就一定要試試這道燉番茄燒肉拉麵 豐富蔬菜熬成的湯頭 加上番茄微酸的滋味 非常受到女性客人的喜愛 吃起來番茄味很清爽很爽口 就是夏天吃也不會太熱 麵條滿Q的 然後就是很有嚼勁 但是又不會到太硬或太軟 就滿適中這樣 它的麵真的還滿Q的 就跟一般的麵 就是不會說就是煮到很爛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它的番茄味也是很濃 然後我本來就是喜歡吃番茄湯的人 所以我來這邊我是沒吃過冷麵 但是我就是很常都會固定點這個 我們用番茄下去熬製的湯頭 然後跟一些蔬菜下去熬製的湯頭 那就是在夏天的話吃起來是比較開胃 雖然它是熱的 可是它吃起來會比較開胃 然後也可以養顏美容的效果 另外店裡自製的小菜也非常具有特色 不只種類多樣 食材也多來自小農種植的蔬菜與原料 希望讓這家店成為提供健康美食的平台 對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二義工房它主要在做的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提供一個好的用餐環境給我們的消費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可以給想要工作的朋友 他們夥伴們他們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比較認真的在做他們的產品 他們的產物的一些小農 那我們就是會提供給他們這樣的一個平台 把他們的一些比較好的東西可以做成我們的餐點 然後提供給我們的消費者 另外店裡還開發出方便保存的乾燥麵條 讓客人在家也能夠品嘗健康的酵素麵 而儘管這家店不是開在熱鬧的商圈 也沒有做太多的行銷 但因為東西好吃又健康 開店七年也累積許多客人的好口碑 也讓一位父親對女兒的愛 能夠透過一碗酵素麵讓更多人分享 歡迎來品嘗美味健康的酵素麵 記者臨時會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